快刀压碎蟹壳 利落的切开蟹饺 裹粉后的螃蟹丢进高温油锅 滋滋声响仿佛在告诉大家螃蟹有多鲜美 它这里有一层膜 如果鼓鼓胀胀的 那个表示这只螃蟹好 这个地方如果硬的话 也比较成熟 青椒 洋葱 红萝卜 蛋液 裹着炸的酥脆的螃蟹 这是经典北方菜芙蓉蟹 靠召派菜老子豪热炒店 年一收上看百万元 早期在摆摊子的时候 路边摊就吃过大概十多年了 老涛一吃成主顾 今年47岁的老板阿玲 17岁入行一做旧式30个年头 从路边摊做起 也磨出一套做菜哲学 以前当学徒 根本每天就是刷锅子 还洗抹布 磨刀 我端菜的时候 都会故意把手伸到那个汤汁 盘子的汤汁 然后沾一下汤汁 再往嘴巴里送 在北方餐馆练出好手艺 但创业路还是走得辛苦 白吃白了 不然就是假酒醉 哪里警察没有开单 你就摆在哪边 然后有的人吃一吃 趁你在忙的时候就跑掉了 路边摊累积老饕 多数客人一吃就是十几年 我从头开始吃 应该不到十岁吧 我中时会 我一个礼拜来两次 我前天才来的 努力苦学 不只练出好厨艺 也和老涛培养出好交情 更是营收之外最大收获 东森才能新闻 许少云 许红超 台北报道